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20号举行了今年的第二次委员会会议 委员会秘书长在会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中国投资在泰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委员会将会在4月到中国举办推介活动 以新更多的中国企业到泰国投资发展 在世界上 рус尼长的计划涉朗产业 在中国党会发展党参加国际上对中国海合约的计划涉夫 正在由他们 told office 非常大的和尽 освGB大致产品 若有工具合计划涉拟抗产品 那里介绍除开推介会 还将举办大型研讨会 数据显示 今年1月1号到3月16号 共有27个中国投资项目 提交了投资优惠申请 投资额总和超过220亿泰铢 中国投资在泰国经济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里表示 在吸引制造业来泰设厂同时 泰国也有政策吸引中国龙头企业来泰设置区域总部 并希望通过长期居留签证政策 吸引高潜力中国人来泰工作生活 当天的会议由总理巴育主持 会议批准了总价值566亿泰铢的 可获得一系列税收和非税收优惠的投资项目 项目将加强泰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能源和数字领域 同时会议宣布从本月开始运行总部商务门户综合服务项目 旨在为在泰国建立区域管理业务的跨国企业 提供快捷便利的支持 并确认了近期获得内阁批准的 以增加灵活性为目的的十年期长期居留签证 申请资格标准更新 当天的投资促进委员会会议 是巴育内阁在成为看守内阁前的最后一项议程 在5月完成大选并组建新内阁前 投资促进委员会仍将继续审批投资优惠项项目 但项目投资金额不得超过20亿泰铢 凤凰卫视远望到泰国 曼国道